真是快要嚇死我了 馬上列入本次我的罪 嗨 我是小劉 我們又有新安場啦 幫我上一點關頭笑聲 這次這個安場 它是電梯大樓 有管理員可以代收包裹 還有代收垃圾 重點是 它走路到捷運站只要3分鐘 3分鐘餒 是不是超方便 這裡如果不是完美的租屋處 哪裡才是我完美的租屋處呢 那這次我們廠刊的時候呢 我們就發現 這裡的梁柱特別多 牆壁歪斜 牆壁跟地面都沒有直角 也產生了非常多的機靈空間 重點是 我們來到一間房間準備要參觀的時候 看到眼前的螢幕景象 真是快要嚇死我了 我差一點 嚇到貼在牆壁上 重點是 牆壁還不能貼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它發霉了 而且 發霉得很嚴重 我們疑問之下才發現 原來當時住在那裡的租客 他沒有習慣開窗 而且加上那時候台灣的天氣比較潮濕 在沒有通風跟潮濕的狀況下 牆壁就發霉了 再來我們需要花一點功夫整理的呢 但這種狀況也是難不倒我們的啦 所以這一次呢 我們就考量到了每個人生活習慣的不同 我們與業主討論了一下 決定在牆壁用鋁毯加工 鋁毯呢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鋁箔紙 它可以有效隔絕室內跟室外的溫度 有點像是在夏天的時候你可以隔熱 冬天的時候室內可以保溫 讓你的室內溫度維持在一定的溫度暗示 如果你的房子在一開始的時候 防水就沒有做好 或是你在住的時候 你也沒有讓它保持通風的環境 就算你做了鋁毯的加工 也是無路用啦 這間房間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一個狹長型的空間 而廁所的門的位置 就是剛好開在這裡 讓本來就狹窄的空間 更沒有辦法好好的利用 所以呢 我們就決定打掉重裂 廁所門的位置重新開了之後 我們那邊的空間本來想要放小廚房 但是因為本來的空間不夠 所以我們又做了一道白牆 當然如果我們把這裡的白磚牆 做成石牆的話 陽光就會被擋住 就會浪費掉這間房間有大片窗屋的優勢 所以呢 我們零啟動 我們把上面的部分變成了長紅玻璃 這次長紅玻璃一做出來的時候呢 我就知道成功了 馬上 馬上列入本次我的最愛 因為這個長紅玻璃呢 不但能達成我們想要 隔出小廚房 及客廳區的效果 當陽光灑進來的時候 整個質感 up up 呢 如果是以前有看過我們改造系列的影片 或者是有到我們網站上 大概看過我們房間的照片 就會知道呢 我們以前房間的風格主要是走比較溫柔 跟大地色系 比較簡約一點 那這一次呢 我們在佈置的過程中 家具選用顏色的部分有跳脫以往 我們在溫柔的色系當中 選用了一些比較中性跟強烈一點的顏色 讓整體的效果有畫龍點睛的感覺 地板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跳脫以往傳統的塑膠地板 我們這次選用的是五谷木地板 讓整空間啊 看起來都更時尚了 加上我們走廊啊 也特別用了投射燈 然後再掛上一點掛畫 非常有異郎的氛圍喔 讓你回家都有氣急倍增的感覺 真的感覺 你沒有 好啦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這一次的改造影片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這一次 藏紅玻璃的選配 跟家具 顏色比較中心一點的配色 非常新鮮 非常有別於以往的樣貌 但未來也可以多多呈現不同的樣貌 甚至是不同的風格給你們看 最後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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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